夺冠最佳拼图即将落位修成,航天城众神到位,勇士阵容已落下风距离安东尼成功转会老鹰已经过去一天了,根据媒体此前的预测,老鹰队将会支付全额工资才调安东尼,而田瓜则会来火箭队,拿一份230万的老将底薪合同,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48小时澄清期一过,安东尼就可以披上火箭队的球衣了, 让安东尼担任替补习骑兵,在雷霆时期就有很高的呼声,是否愿意成为替补习球员,安东尼再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不耐烦,安东尼表示,我知道怎么打好比赛,我知道我什么时候,才应该去承担替补的责任,而不是在这个错误的时间点,去扮演这个角色,说白了,我只看中那些看中我能力的部分,火箭从卡梅龙 安东尼争夺战中脱颖而出,以240万的封线投资实际上拥有了3000万级别的小前锋,阵容深度有望不将反升,因此续约卡佩拉成为了保持阵容结构冲击总冠军的重要一环, 经过了近一个耶拉巨战,火箭在此前和球队的中锋卡佩拉达成了一份5年9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,其中8000万未保障合同,1000万则是奖金 卡佩拉让步的原因很简单,因为今年的自由市场行情暴跌,特别是内线上,简直是从未有过的低谷,目前莫雷手中还有一个中产特例,估计会给到梅尔顿 莫雷在2018年NBA选秀大会上,用第二轮46顺,未选中的丹东尼·梅尔顿,这个母版贝弗利和布拉德利的防守汉将,再次让人眼前一亮,梅尔顿算是今年夏季连赛中火箭队的最大收获,在今天的比赛中,梅尔顿再度发挥亮眼大出准三双的表现, 全场比赛梅尔顿出战,29分钟,砍下16分时蓝板西柱公司抢断的全面表现,完全压制了骑士队的8号秀赛克斯顿,经过一系列的操作,火箭队基本上完成了休赛期的引员工作,既保留了上赛季的主力阵容,也迎来了安东尼的火箭加盟,15人的名单也基本确定,首先球队首发无庸置疑,PG保罗,SG哈登, SF安东尼,PF塔克,C卡佩拉,轮换,麦卡威,哥登,格林,恩尼斯,安德森,周席,下赛季灯泡魔盒更好,安东尼这名胜利军的加入,势必会再次增强火箭的实力,下赛季火箭要做的,就是继续争取常规赛蝉联第一,拿到主场优势,再次挑战勇士,保持健康,冲击总冠军,喜欢小编的文章, 可以点击关注哦,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足迹。